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 欢迎大家走进游四部集团中国面膜领导品牌天使之魅冠名播出的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 接下来说一条来自天天圈的好消息 我们天天圈的粉丝们只要打开摇歌曲的功能 在我们爱情保卫战节目播出的时间内摇动手机就可以参加一个实时的竞猜互动 可以获得天天圈的积分以及实物大奖 如果你把你这个过程呢再分享到你的朋友圈里面就有更多的精彩礼品 现在就请大家去体验 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用掌声欢迎著名的媒体评论人 于博红 于老师 欢迎于老师 著名的演员 怨穹丹 欢迎他 世纪家园网的高级副总裁 曲伟曲老师 欢迎曲老师 我们的爱情导师 图磊 图老师 欢迎图老师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的第一对嘉宾朋友 在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困惑呢 男人在我这个年纪除了事业和爱好 最重要就是老婆和孩子 家庭固然重要 但是生活在怎么样的家庭里面更重要 我和我太太曾经有一些矛盾和误会 我非常想记录这个节目把这些节打开 有的节是活节 有的节是死节 不是你现在想解就能解开的 是在认为 现在的我和以前已经不一样了 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破镜能否重圆 在这个片子里面大家看到男嘉宾说 我的太太 他们是曾经的夫妻 我们用掌声请出他们 掌声有请 男主人公小马29岁来自河南 是一名户外培训师 女主人公小许26岁来自湖北 是一名户士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愿意在这个场合公开箱子里的秘密吗 我愿意 我愿意 今年年初离的婚 原因是什么 一年前他辞掉了工作 然后本来好好的嘛 然后他要就是一直很喜欢那个户外的活动 然后他就说要和朋友一起开一家那个拓展公司 成天都不着家 然后也不往家里拿钱 孩子呀什么都是我一个人在管 我还要上班 然后 宝宝多大呀 宝宝现在三岁 他等于完全不管家里的是吧 就什么都不管 就因为这个原因离得婚 之前他也动手打过我吗 为什么打他 不是 是我因为我做外面应酬 喝完酒之后回家 他就唠唠唠唠唠 我实际 这件事情我当时已经跟他道过歉了 只是推上去 然后不小心把他 他侄子在我们家嘛 不小心把他侄子的头给划破了 侄子多大 三四岁 三四岁的小孩的头划破了 那你这个动作还挺大的哈 喝了酒真的是没有控制住 你为什么会跟他这样的有推嗓呢 工作已经很累了 然后几天不回家 回到家之后 朋友就说大家一起喝点酒 然后回去之后他就教 我一直搞不清楚一个逻辑啊 就是我很多天不回家 为什么回了家之后 是跟朋友在一起喝酒 不是陪家人的 因为我们是做坏的嘛 做坏的话就大家很辛苦 在外面待了几天了 就聚一下 就聚什么呢 老婆不辛苦吗 家人不要看吗 不是我初中是好的呀 我初中是因为想让我家里 家里生活过得更好 但是我一点也没有过好呀 之前就是我想给宝宝 就是买几件衣服嘛 变天了 然后我就带宝宝去逛商场 然后去试衣服嘛 然后试好了以后 然后标签也撕了 然后去开票 结果我们当时有一张银行卡嘛 有五万块钱 然后我就拿着那个银行卡 去刷卡 结果别人跟我说 卡里面没有钱 我就问他 然后他就冷冷地说了一句 我买装备了 我没有跟你讲 没有跟你商量 确实我的说 但是我后来跟你讲了 装备确实要更新方便要换了 在这我装备 我又没有买很多 我只买两套而已 这些东西是 是和人身安全是很相关的 那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呢 我还是比较急嘛 你告诉我 他对宝宝好吧 对宝宝 就可以说一个月的话 报不到一次 那还不是因为工作吗 因为工作 但是家里面只会过得越来越不好 现在孩子归谁待 现在孩子归他 就是之前一直都是我们 后来离婚以后就归他 当时我要孩子的抚养权 我说房子可以归他 然后什么都归他 就说我只要宝宝嘛 然后他当时就不愿意 然后就说孩子一定要归他 然后宝宝归他以后 他也不管 然后他的父母在带 男孩女孩 女孩 就有一次我婆婆就突然给我打电话 就说他说宝宝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脸上和嘴上就长了很多包 然后让我带去看 去医院看 医生跟我说 说宝宝长期营养不良 然后我就问婆婆 然后我婆婆就说 他说他就是离婚以后 然后也没有往家里拿过生活费 然后二老的那个退休工资也很低 然后就给宝宝就吃的也不是很好嘛 老人就带孩子的话 也没有那么细心 然后孩子现在成这个样子 然后我给他打电话 都是从来都没有接过 我不是不接 我在山里面 没有新号楼怎么接 不是 你这次来的目的是什么呀 我想和他复婚 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家庭 还是不能少了他 你爱孩子吗 我爱孩子呀 就是你当时离婚的时候 你不是 是你想要抚养权是吧 对 是你不给是吧 因为孩子性马肯定要跟着我 不是他性 就是之前 那他应该受到更好的 那你觉得孩子是跟他在一起 能受到更好的照顾 我还是跟你 我之前觉得肯定是跟我在一起好些 但我现在 因为之前我们有过一次离婚 这一次是第二次离婚 之前怎么了 之前有过一次 你们俩是吧 对 也是因为孩子 就是这个孩子 不是这个孩子 就是我们俩刚结婚的时候 我身体可能很不好吧 然后就一直怀不上孕 然后他就带着我到处去看 后来怀孕了 刚好那个时候 我表妹 他也是怀孕了 然后也快生了嘛 然后他父母都不在了 他老公常在外面打工 也不在家 然后我就把他接到我们家来照顾 然后他和我婆婆就百般都不愿意 然后我当时想着 毕竟是我妹妹 我这样照顾她 我没有错呀 对不对 那结果呢 结果什么样的 你自己想 结果后来 结果后来就是 因为我也又要上班 又要照顾我妹妹 然后就孩子就留掉了 然后留掉了以后 我当时也很伤心 很痛苦 三个月之后 他就跟我提出离婚 他提的 对 离婚一个月的时候 我就发现我又怀孕了嘛 然后又怀孕了 我就跟他说 他当时就很高兴 然后我们俩就复婚了 到后来到现在 就是纪念年初就离得婚 你当时 你为什么跟人复婚啊 又怀孕了吗 怀孕了不可能 他一个人带孩子呀 就是说如果没这个孩子 其实你早离开他了 是吧 没这个孩子 他根本就不会跟我在一起 我当时想法确实错了 但是我现在已经 进行悔改了 我还是想我们 我没有看到你一点悔改 不是 你想让他回家干嘛 因为我孩子少不了他呀 你过去是做什么的 过去 过去做IT的 现在做户外培训 对 你这户外培训 就是常年不在家是吗 对 为什么就不做IT了呢 他一直 他一直以来就很喜欢这个 我只想 我既然我新军二号是这个 然后我可以通过 新军二号可以赚钱 赚了钱了吗 初期肯定不可能那么贯 现在赚了钱了吗 他那个时候就是 没有往家里拿过工资 什么都没有 还找身边的好朋友借钱 我每天上班 然后就不敢接电话 一接电话 就是今天这个要我还500 明天那个让我还2000 然后问他 他也不管 他也不问 然后无问多了 他就会动手 那你 根本不叫动手 不是你要跟他付婚干嘛呢 是有人照顾你闺女 有人帮你这个看孩子 然后给你出钱 我还是想现在有一个完整的家庭 我知道我以前做的事情 确实很过分 但是我现在已经 真的是已经悔改了 我还是希望他能回到我身边 你想跟他付吗 如果说没有孩子的话 我真的不想再跟他在一起 因为想着孩子 他不把抚养权给我 然后我现在就说 要么就把孩子的抚养权要过来 要么就 如果说他真的改变的话 我其实也愿意给他机会 因为我也不想孩子 现在这个样子 你能先把抚养权要回来 先不复婚吗 这行吗 不行 你不是说你爱孩子吗 孩子他照顾更好 为什么你把了手里呢 但对孩子来说 一个完整的家庭才是最好的 那你管过他吗 我现在所做的一切 就是为了孩子呀 就是想让你和孩子 过更好的生活 所以才从事现在的工作呀 大家听明白这逻辑了 那你上次去我家跟我道歉 然后你还写了保证书 说你以后不会再从事户外 然后你不会再出去玩 但是你私下 还是跟那些旅友在联系 那你一次次的骗我 你让我怎么相信你 我真的只是应酬而已 我不可能说 我一个朋友说 来来来 我来问几个问题吧 你做什么户外呀 我培训就是我们去穿越呀 然后这类似的 那你这个收入应该很高 对不对 出席公司是这样的 你不可能说把钱一投进去 马上就见笑 马上钱就可以收回来 肯定是一个过 你觉得你们的问题是因为钱吗 应该是我以前的态度 对待这个家庭 确实没有用心 那未来假设复婚了 假设复婚之后 我会把我的精力 一半放在家里面 一半会放在公司 放在工作上面 好吧 我们听听四位老师的意见 一起进入丘比特温泉 你看 你整天消失在明山大川 妻子呢 又要站前养家 又要操持家庭 又要带孩子 很显然 对户外运动 你发烧的有点过度 即便你们不离婚 也会把这个家庭拖垮的 这就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所以兄弟 我真的想和你说一句话 幸福的家庭 都是两个人共同在努力 作为男人 作为丈夫 对家庭一定要有责任感 这是做男人的基本 你是必须要做到的 我想如果这一点你做不到 那你今天的复婚 只不过是为孩子 找回了一个照顾的一个妈 而根本不是你内心的 真诚的这一种忏悔 你明白吗 明白 好 谢谢包红兄 一般人第一次离婚 他们可能是因为冲动 但是 扶分之后 再离婚的话 那肯定是绝对有问题 小马你一直在说 你是为了工作 为了家庭更好 对 我真的完全没有觉得你 把家庭放在第一位 很多人 就是为了自己享受 我喜欢的生活 所以 我就给自己找一个指口说 我是为了你们好 你真的为他们好的话 那你去看看 你前妻 你前妻 跟你的孩子 有没有好过 你前妻跟你离婚 小孩你要拿回去 拿回去之后 你要照顾他吗 你是我看见的 数一数二的 没有责任性的男人 我觉得对一个男人来说 兴趣爱好 我们再来谈复婚 好吗 中国人说话 总是自相矛盾 有的时候 真让人不知所措 一会儿说 好马不吃回头草 一会儿说 破镜重圆 这个结局 肯定我们都不愿意看到 就以此刻 他们彼此的准备 但是就从女生来的 本身这个行为 我们似乎已经看到了 不愿意看到那个结局 心里还有他对吧 所以孩子 基本上面就是一个借口 人生里面最可怕的 就是这个 旁观的人都非常的清醒 你告诉他一切 但是他在心里就跟他说 我就爱他 万一他有天改了呢 所以他就一辈子 都搭了进去 你爱你自己的女儿吗 爱 那我的建议就是 如果你爱你的女儿 现在敢是把你对这个男人的爱 藏起来 如果有一天他改变了 你再把这个爱释放 如果不能改变 那对不起 你就把这个爱藏在心里吧 要不然你现在跟他在一起 我觉得就害了两个女人 你和你自己的女儿 你爱女儿吗 爱 真爱是吧 真爱 你要真爱女儿 我告诉你要真爱女儿 就把女儿的抚养权给他 如果你真想回到这个家 首先把抚养权给你妻子 其次你该干嘛干嘛 你好了在 我可以打百分之百的保票说 把他晒在那五年 他不会变心 海枯石烂地守望着你 把你晒在外面 三年就不知道怎么样了 没别的了 姑娘你自己想清楚 接下来的时间留给他们自己 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 我真的不敢再相信你了 说实话 上一次 我们离婚 你知道我有多难受吗 然后后来发生这么多事情 我身边那么多的人都跟我说 让我别跟你在一起 别相信你 孩子给你 你把孩子带成什么样子了 我不可能再相信你了 我知道以前我做的确实很过分 很多事情 没有用心去考虑 没有把很多的精力 放在我们家庭和你身上 但是我希望您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真的会做出改变 为了你 为了我们的女儿 为了我们这个家 请您再相信我一次 我绝对不会再犯伤了错误 时间到啊 这样的承诺有意义吗 两边换箱子吧 谢谢你们 请回 一对夫妻 离婚两次 先生现在要求跟妻子复合 来 请关门 我都不想数数你知道吧 我就怕他出来 来吧 五四三二一 四部集团 中国面膜领导品牌 天使之妹面膜 提醒您精彩节目 稍后继续 四部集团 中国面膜领导品牌 天使之妹面膜 提醒您精彩节目 马上开始 五四三二一 请开幕 这玩意就叫生活你知道吧 来来来来来 我看看这男人在箱子里面放的什么好玩意儿了 看看孩子的照片吧 他会因为一个孩子分手 就会利用一个孩子来复婚 我跟你说啊 这么点小女孩 这么忧伤的眼睛 我是第一次见 我也见了无数宝宝的照片 我给你们看看 这不是我说 你们看那宝宝的这个眼睛 啥手锏吗 还记得宝宝小的时候 咱们一家三口到处玩吗 这是你给我们俩那会儿拍的照片 那么可爱的宝宝 那么可爱的我 你舍得离开我们吗 唉 我只能相信 兄弟 你会把外面的工作抛掉 重新找一份好工作 以此开始对他们母女俩最精心的呵护 一定会的 我们这舞台订婚它不太一样 我们所谓的这个订婚仪式是 从现在开始 我们算是认认真真的交往 以结婚为目的的交往 咱们这订婚也就是 以这个复婚为目的的交往 别回去叽叽忙忙的用复了 再看看 我知道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谢谢 谢谢宝宝 这生活小人生 感谢科沃斯机器人提供的价值2580元的擦窗机器人窗宝730一台 接下来我们来见证属于他们俩的那个幸福时光吧 来 各位请见证 请再次嫁给我吧 请亮灯 请亮灯 我说句实在话 我告诉你 如果你真的想对孩子好 第一件事要做的 就把那胡子给我刮掉 你也不怕扎着孩子 那里面菌很多的 小朋友面皮很薄的呀 真的啊 能刮吗 能 不 马上就刮 我真希望现在有一把骨刀 我现在把你刮了 算了 真有那个心啊 回家什么都能做 走吧 两位 谢谢 谢谢大家 我听到这个现场的观众朋友说 气死了 气死了啊 不要气死 咱们换一个角度想 也许他们在一起 对那孩子好了 我们就希望孩子能够得到幸福吧 有时候大人糟点就糟点吧 就害怕大人孩子都受罪呀 接下来我们看下一对嘉宾朋友 在他们耐情道路上 碰到了怎样的坎坷 各位请看 就有问题 我就是好心而已 我知道你是好心 可是你好心归好心 你干嘛跟他糟缠不行啊 这种接触很难避免啊 我看也明明就是故意的 我要怎么解释你才能相信我 看这标题啊 在这段感情当中 可能有一个小外力因素 接下来我们用掌声请出这一对 来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林26岁来自吉林 是一名警察 女嘉宾小张23岁来自山东 是一名平面模特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愿意在今天的现场 公开箱子里的秘密吗 愿意 哪个警种啊 是 是咱常说的片警吗 对 你管多少人管片里 大概有三四千吧 三四千 对 他是你管片的吗 不是 怎么认识的 在一个朋友聚会 一个饭局上认识的 谈了几年了 一年多了 感情应该挺好吧 姑娘 以前挺好的 现在有问题 我觉得我们之间 根本就没有问题 那你自己觉得 一开始的时候 跟他在一块 还挺开心的 然后他也是警察 都知道嘛 反正他说 他要去值班啊 什么的 我也体谅他 去呗 然后后来他老值班 一个星期都见不到一面 中午也见不到人 我就怀疑嘛 然后给他单位打电话 结果真不在值班 然后后来他告诉我 说是前女朋友 挺可怜的 说是从小光有爸爸 然后他爸爸吧 今年年初的时候 出车祸 植物人进医院了 他就前女友说 找他帮忙 帮着台台啊 什么的 他当时跟我说的时候 我觉得这事挺好的 我也挺了 就让他去帮人的 结果后来有一次 我也去帮他的忙 结果他前女友 就在他 就不当他面的时候 就说我 说我是第三者插足 他俩分手的时候 那都两年多前的事了 我们俩都不认识呢 对 您这一口气等于说了 一件大事 三件小事啊 我问问 平常加班忙吗 忙 特别忙 但是人家刚才姑娘 也说了 有一次您说 加班的时候 人打电话 你确实不再加班 干嘛去了 这个事吧 当时我确实没有 跟他说实话 我以前的女朋友 他父亲出去 就刚才他说 你照顾他女朋友去了 不是照顾他女朋友 是照顾女朋友的父亲 因为大家都能看到 我力气比较大嘛 然后他一个小女孩 也没有什么周围 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亲人 没有朋友 我能处于好心 我去帮着去抬一下 但是这个时候 你没跟他说 我没法跟他说 因为他特别的 你这有什么 不能跟我说的呀 这一事我难道 你告诉我 我还能不同意吗 那你这个加班 是90%在加班 还是说99%在加班 在忙 哦 1% 就说1%让我碰到了呗 这也太巧合了吧 你是不是谁信啊 你不信 我信 我信 这个刚才你说到 有一次你去帮着照顾 是吧 他的前女友骂了你 是吧 对 对 就说话特别难听 就我这 真的我都不好意思说 你这 这个事 你当时为什么不跟我说呢 我好意思直接这么说吗 我说你前女友 可能对我有意见 有成见 我让你帮我们调解一下 那你帮我们了吗 其实首先 我觉得这里面 有一个误会 有一个误区 他在心里头 把那个女人 依然当成是我的前女友 但是我在心里头 已经都放下了 你能保证 你没有其他的想法 是吧 我能保证 只是当成一个 有过情感接触的 一对男女 分手之后的 一个普通朋友 因为本身我做这个职业 为人民服务 是我的一个职责 何况还是朋友 那你给他 爹服务也就算了 你凭什么 还单独跟他出去啊 我是不是 单独跟他出去过 你怎么没单独跟他出去 小时代 你跟谁看的 这跟我一哥们看的 怎么了 你们两个大老爷们 去看小时代呢 郭静明是不是男人 男人拍的东西 我们男人为什么不能看 你怎么知道 他看电影了 我看他那个钱包里 有两张票根 你还看他的钱包啊 我不小心看着呢 他就是不信任我 我要天然跟我前男友 在一块的话 你能信任我吗 问题是我根本就 没有跟他在一起 你现在这么说都行了 你凭一张电影票 就能说我跟他去看电影了 这个太恐怖了 那你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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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美团卷 你们俩还单吃了一张美团卷呢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我吃饭有错吗 双人套餐 我能吃我点一双人套餐吗 我都问了你同事了 你同事告诉我说 你那天是跟英语的去吃的饭 姑娘我很好奇啊 这个电影票根 可以是无意当中看到的 那美团卷 您是怎么看到的 他还用我号团呢 我能看不见吗 你说我要是真的去跟别人吃 我拿你的号团吗 那你跟他吃 你跟谁吃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呢 你说我这刷下卡 你那马上电话里就显示 你说我能那么做吗 我爷爷不排除 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 对啊 这事我真委屈啊 还有别的呢 我有一次我们俩吵架 然后我就去他家敲门 敲了三个小时的门 他都不给我开门 完成之后 他们家邻居 还觉得我无理取闹 觉得我神医病 给我报警吧 那天我在家吗 你在不在家 那我给你打电话了吧 电话你也不接 我好几十遍 好几十遍地打 你就是不接 你也不给我发短信 也不给我回电话 也不开门 你到底在不在家 你告诉我一声啊 我不在家 我怎么告诉你啊 你给我打电话 我再忙 那我给你打电话了呀 你忙你就不能 给我回个短信吗 我当时这边 特别忙的时候 你让我怎么给你回 过后我不给你解释 这事说起来 我就觉得特委屈 当时是 那天我不在家 我出去忙了 过后我去不去 跟你道歉 那个时候 还没流行 什么冰桶挑战的 他弄一桶冰水 直接给楼上 给我浇下来了 把我都给浇透了 你当时 你有单独出去的时候 你就应该想到有今天 我跟他怎么就单独出去 我跟他怎么就在一起了 那电影是跟谁看的 饭跟谁吃的 我不告诉你 电影是我跟我哥们看的 饭我一个人能吃 我点一双人 那你今天怎么说都行了 又没有证据 来来来 这事问清楚 就是那天敲门的时候 他是在家还是不在家 这很重要 我觉得他在家 他那天不上班 那天真的是有事 我们之前一些任务的时候 我不能什么东西都说 这个倒是 我不信 这个特别委屈 你委屈 你想想 你光想你自己了 你想没想过我 我跟你在一块这么长时间 你天天不陪我 你想没想过 我委不委屈 那现在你还需要去 经常帮前女友 照顾一下她的父亲吗 其实我从来都不是说 我主动去跟她纠缠 是因为说 她确实有困难 给我打电话找我 我从自己 作为一个人性的角度 觉得我 没法去拒绝 一个善良的请求 你是只帮她父亲吗 那你们俩没单独出去过吗 没有 你说没有就没有吗 我单独出去的时候 都带着她爸呢 她爸职务人了 你们俩走哪儿 都带着她呢 带去医院呀 你说去哪儿 那你前女友对你 又不是没有想和好的心 她能只拉你去医院吗 那你觉得她能拉我上哪儿 上哪儿了 我能知道吗 接着我帮女生问个问题 既然工作那么忙的话 就是能够抽出时间 来去给旁人献爱心 就理解 那为什么这个时间 不能抽出来 陪自己的女朋友呢 我们俩不是还有后半辈子吗 帮她父亲是一时的 然后跟她在一起是一世的 明白了 明白了 你就觉得因为她这样了 你就觉得她不爱你了什么 你们俩刚谈恋爱那会儿 她有时间陪你吗 那会儿肯定想尽一切办法 然后陪陪我呗 那你说刚在一起的时候 我不得让人家看到我的决心和勇气吗 那会儿决心表得不错 勇气也可嘉 对 也就那会儿了 你现在有什么态度 我想很好啊 我觉得我们今天根本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对啊 你现在的态度是 我不想跟她过 实在好不下去了 老师们任务很重啊 跟谜团似的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你和女朋友好了以后 和前女友单独相处过几次 我没有单独相处过 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 也就是说 帮助她爸爸以后 你们就离开了 对 还有你刚才说得很明白 你对前女友已经没有感情了 对吧 对 但前女友是怎么想的 这个我不知道 她前女友想跟她和好 你怎么知道的 她前女友都告诉我了 你前女友告诉她的事情 你知道吗 不知道啊 你有好心 你是好人 你很仗义 但是在感情的问题上 真的不能太仗义 前女友是想和你复合的 但你呢 明治山有虎 偏向虎三行 你心里打定主意 我对前女友是没有感情的 但兄弟你要知道 死灰度是可以复燃的 你这样相处下去 可怜可怜 马上就变成可爱了 但你的女朋友呢 我认为她很不错 她第一次可以和你一起 去照顾你前女友的老爸 说明她也认为 你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 问题是 你前女友 想和你复合的这种心态 告诉了她 那她当然有保卫自己爱情的权利 我也在帮她保卫爱情啊 我也没有跟那个女人怎么样啊 帮助你前女友的老爸 要注意方式方法要改变 能不能在她需要帮助的时候 请你的好哥们 好兄弟 临时去搭把手 你呢就不要在汤汁汤浑水了 越汤越浑了 我都不敢帮 不敢帮那个所谓的前女友的 你坦荡的帮是没问题的 班线你帮帮帮帮 弄成了很多的疑问 这是一个问题 我特别怕她下回 给我整一盆开水 那我告诉你 回去以后好好学学法 哪些是该做的 哪些是不该做的 明白吗 我觉得我浇那盆水 可能挺过分的 但我觉得 你说哪里叫下去的 我们家路上 我告诉你 很危险 如果说路过一个老太太 是承担不了 抵挡不了你的水的 这一个冲击力的 我只看她自己水 我才泼的呀 万一你泼错怎么办 下面有个孩子怎么办 这是你的错 不能任性 懂吗 懂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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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伯红秀 来我们听听 渊老师怎么说 我想问你个问题了 你觉得她推测的事情 都是对的吗 就是你不去上班 是去找前女友那些事情 你有做过吗 我觉得她推测 我的那些动机 都是出于爱 爱也没有对错 那你理解她吗 我理解 那理解她 那她对你做的事情 就是没有所谓的 对不对 对啊 所以你觉得没有问题 对啊 对啊 那女朋友 其实我觉得你脾气 你是有点脾气吧 你脾气也挺坏的 那这种事 那她天天跟她 前女友出去 这谁谁也受不了啊 你肯定是 怀疑身体比较强的 要是我这个男人啊 我在忙的时候 我绝对接受不了 一个女人 经常去查我干嘛 干嘛干嘛 那个是很难接受的 我记得我有个朋友 也是像你这样 有一个女的 想抢她的老公 她就好像能那个 你现在她前女友 在后面 做很多事情 去破坏 最后真破坏了 你愿意这样子 给人家破坏你吗 我不愿意啊 对啊 你现在不是中计了吗 人家说你两句 就是让你对她发脾气 对吗 那你有发脾气吗 有啊 那你不是中计了吗 当然她前女友 说那话太气人了 那你就笑一笑嘛 其实在针对这个情侣 或者伴侣的 这个前任问题上啊 通常对方都是零容忍 就你前任的得意啊 失意啊 困难啊 都不许战 跟你无关 你这个女朋友相当不错 很善良 她已经做得很大度了 这你心里应该清楚 她还能陪你一起 去帮扶你前女友的父亲 很大度 你虽然口口声说 你对你的前女友 没有任何的感情纠葛了 对吧 你这次也是出于朋友的 这个同情 但是呢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 你不觉得你在中计 你的前女友 居然背着你 去找她 去找她说 我还想跟你复合 多危险的信号 对方是有目的所图的 她如果想破坏 你们俩之间的感情 她还配做你的朋友吗 如果你因为她的出现 这时你们俩走到了今天这一步 你不觉得根源在哪儿吗 不在于你的好心好意 而在于她的图谋不轨 现在我才意识到 你如果意识到了 你就其实应该知道怎么做 如果我们只是指于 朋友的这个界限 OK可以 但一旦她对你有 另有所图的话 不好意思 朋友都没有做 因为你会破坏我的感情 有人说同情也是一种爱 它的名字叫做怜爱 但是我认为同情不是爱 但反过来 爱一定是需要同情的 我们在生活当中 经常会发现 有些男生 他分不清楚 什么是同情 什么是爱 奥地利的一个著名的小说家 叫茨维格 写过一本书 叫做心灵的焦主 里面有个男主人公 是一个年轻的军官 认识了一个 非常富有的家庭的 一个女孩子 用书本当中形容 她的话 原话是这么说的 那是一个生命力洋溢 而因病至残的女孩子 就是因为一次查岛不在 所以信任的牌倒了 就出现了很多的事 爱情这事很难说 真的没什么 即使走了 还能再追回来 真的有什么 天天在了一起 其实 也早就没有了 对吧 对 你看 她都明白 所以我们就不说什么了 时间留给你们自己 一起进入黄金60秒 我一开始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就因为觉得你这个人不错 很有安全感才跟你在一起的 可是你后来 你渐渐的已经不吸引人了 因为一件一件的事 已经让我伤透了心了 其实在一起一年多 时间也不长也不短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可能比其他的人都要清楚 其实从我心里来讲的话 真的很想跟你继续走下去 可能我过去一些事情 就像图老师说的 真的不是太清楚 我会忠于我自己内心对于你的那份选择 如果有机会继续在一起 我会好好地继续加倍地 好好地对你赌场你 好 时间到哈 两位请交换你们的项目 谢谢两位 请回啊 来 请关门 请关门 如果恋爱阶段已经失去了信任 这个爱情能长吗 接下来我们看看 他们自己的选择是什么 五 四 三 二 一 四部集团 中国面膜领导品牌 天使之妹面膜 提醒您精彩节目 稍后继续 四部集团 中国面膜领导品牌 天使之妹面膜 提醒您精彩节目 马上开始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开门 来 来 来 我请 其实情感过程当中 你很难说谁绝对的对 谁绝对的错 只是个提醒 尤其是这些特殊工作的朋友 有特殊工作性质的朋友 特别提醒一下 当你有嫁的时候 大概你这个嫁能给的 只能是你的家人 没办法 如果你连这点时间 都不给他们 什么都没有的话 我相信他们很容易 就会有很多过不去的卡 你要付出更多才能挽回 面对镜头 跟你的女朋友说点什么 跟你在一起这一年多 教会了我很多东西 我心里还是 在乎他 爱他 但是 终于他自己的选择 祝他幸福吧 请回吧 祝幸福就幸福 我们祝两个分开的人 在未来的日子里 都获得属于自己 真正的幸福 幸福了就好 接下来的时间 是我们一起分享 四位老师 人生精华的时间了 我们一起进入 爱情保险 真正幸福的爱情 不是一见钟情 而是日久深情 爱情是两个人的事 所以不要只看见你自己 善意呢 有时会被无良的人利用 所以对待前任 要关心有度 自持自重 事实上 往往在生活当中 是一些 需要被同情的人 扮演着同情者的角色 为什么 因为他心里 有别人 没有自己 而一些 恰恰是需要 同情别人的人 扮演着被同情者的角色 因为他自私 只有自己 而没有别人 谢谢 思布集团 中国面膜领导品牌 天使之妹 对本节目的冠名播出 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天津卫视 传递生活正能量